Mandarin酒店 我們現在來到Oriental Spa 記住Mandarin的Oriental Spa 不在Mandarin酒店裏 是在河的另一邊 即是在ICON市場那邊 千萬不要去錯 還有Google千萬不要去 它會誤到你走到哪裏 你來之前 其實它是一個大街 有一個很大的木牌 但那些字因為很模糊 所以其實你都未必看得很清楚 你記住要怎麼來呢 嘩 Jackson 這樣一看就知道已經來了這個SPA 那這個SPA為什麼可以拍攝呢 沒錯啦 你可以加錢 一看我像這樣 就知道我已經有了這個 這麼漂亮的SPA 為什麼SPA可以拍攝呢 沒錯啦 你是可以加錢 那你做SPA的時候呢 其實呢 一樣是在這間房子 在這個位置那裡做SPA 好了 那你做完SPA之後呢 你呢 你可以繼續玩這個 走池玉林 這個魔池 那另外呢 也介紹一下它裡面 其實呢 還有一些設施的 好 那這個設施有什麼呢 就是呢 有Steam room 在裡面的 對了 那你可以做Steam 然後呢 之後呢 先出去玩個走池玉林 的 好了 它已經有很多 齊備的用品 給你了 已經在這裡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除了 你可以玩 走池玉林 按摩池 之外呢 它也有 Snap給你啦 有 不同的 Refreshment 對了 那其中是有一些 是 這個Tea來的 不同類型的Tea 有些小食的 這個是有些柚子 的小食 這個是一些脆米 那 每樣都可以試一下 那這裡的裝修也是 非常之靚的 那這個範圍啊 面積啊 都很大啊 那你按原魔啊 做完Steam啊 做完Facebook啊 這樣呢 一樣呢 就可以看到 休息了 是不是很棒呢 這個地方 對了 這裡就是Mandarin 的Spa了 做完Spa之後呢 其實Mandarin 本身呢 都有一個shuttle 可以過對面河的 都是船來的 那 剛好現在就下雨了 你看一下 都很大雨下的 那 好在有這個shuttle Faceshuttle 過回去 那因為今晚呢 我們都去Mandarin 那裏 吃泡飛的 所以呢 剛好坐這隻船 就perfect 剛剛好 我們今天呢 就來到這個Mandarin的 Law James這裏 吃泡飛的 那呢 有一點點插曲 就是我們做了booking之後 沒有收到confirmation 但是他有我們的booking 但是就沒有提到我們 需要穿長褲了 那我們就穿了短褲 但是這裏的職員非常之好 馬上把兩條西褲給我們穿 那呢 不要說那麼多了 這裏的泡飛出名是質素高的 那我現在呢 就 首先就 隨便拿了一些食物 就有一些燒大蝦 蝦天婦羅 還有這個魷魚 都是很大隻 看來都是超級吸引的 那另外呢 他有一個 餐牌的 那其實呢 你可以在上面 另外有一堆的Mand 你可以選擇的 真的 超級厲害 那個Food Table 也都是 那些質素是非常高的 那由於現在太多人了 我一會兒再出去拍多一堆Food Table 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呢 就試吃先 嘩 蝦呢 就這樣 不用看了 已經知道好吃了 哈哈 因為它燒得很香 香到不得了 那我試一下這些天婦羅 這些天婦羅呢 它是 一隻一隻一隻 炸了之後呢 你要多少隻 它給多少隻 所以呢 這個是絕對新鮮的 這個 漿呢 巧克力非常脆薄 這個 很好吃啊 這個 試一下這個 很少 很少油的 整隻 那麼大隻 那些魷魚 不知道辣不辣的呢 是辣的 但是它這個是鮮油來的 嗯 好像是 烤過 然後再灑一些辣粉在上面 辣得來很野味 非常好吃 那 我現在再出去看看有其他東西吃 好了 我又點了一個明 這個明 就是Tandelon 牛扒 嘩 你看看 一口牛扒 你看看 手指比較 哈哈 一口牛扒 好處 這個 你不要橫顧學 好處就是 你不用吃那麼飽 因為它有很多款主菜 其實你真的可以逐款這樣點 我叫了這個 這個 中間 好滑 好軟 好香 這個牛扒 真的 做得不錯 我覺得 是有少少油的 所以它做到這麼差 是有原因的 其實跟鵝肝一樣 不要吃那麼多 先試一下這個薯條 先做得很認真 這個薯條 這個薯條很辣 直接熱到 不錯不錯 讓我再試兩個明 在我知識範圍以外 我點了一個 菜單上有的東西 但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 只是懂得龍蝦汁這個字 只是懂得龍蝦汁這個字 只是 其餘的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讓我試一下 好搞笑 這個質感 是不是魚蛋 這個質感真的很像魚蛋 魚蛋 加了這些 好像 薯蓉 白魚蛋 薯蓉 加龍蝦汁 味道 實際就是 我懷疑它都是魚蛋 難道泰國也有薯汁燉蛋吃 看 看一看 原來是冬蔭公湯 這個冬蔭公湯一定很正宗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 是蝦 哇 超級鮮甜 嗯 它是偏酸一點 但有這麼大的蝦 你看到 所以它真的很鮮甜 冬蔭公湯 好吃 味道 拿了一些甜品回來 甜品有大陸和一些不大陸的東西 大陸有這些 蛋糕 有麥克蘭 有麥克蘭 有這些 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 泰式甜品 泰式特別什麼 我很有興趣知道這個 好像種的物體是什麼 所以我特意拿它回來 研究一下究竟是什麼 原來是椰汁糕 椰汁糕 我相信椰汁糕 這裡絕對不是什麼難度 哇 哇 和你一般的椰汁糕不同 不要說笑 這個真的 不是說我誇張 因為它裡面 包了一些 椰汁下去 甜的椰汁 這些啡色的 這些椰汁 很香 椰汁味 很好味 原來這個 這個精髓 原來在椰汁裡面 好像椰汁一樣 好像椰汁一樣 好 這個一會兒再處理完 這些顏色的東西 我真的有點害怕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這些東西 好 這個橙吃一下 也是椰汁的朋友 也是椰汁的朋友 這個很好吃 藍色呢 藍色呢 但是 那個質感是 好像糯米糍一樣 好像糯米糍的質感 但是吃不出是什麼味 好 試完這個了 哇 哇 藍瓜形狀的 好像和菓子 裡面有點像和菓子 但是呢 我覺得它的味 有點像 廁所的精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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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對不起 我不會再吃這個了 其他有些很大陸的 是不是 我 不會逐個試完 你們有興趣 直接來 這裏 另外一樣名物 當然是芒果糯米飯 你看看 你在外面吃 你這樣一個套餐都不便宜 說真的 現在你在酒店 你就可以任吃 首先當然是試了芒果甜不甜 超甜 不得定 三色糯米飯有什麼分別 藍色 白色 還有綠色 我估計都是 顏色上的分別 皮膚上是沒有分別的 對了 這些芒果實在太甜太好吃了 麻煩給我出去掃光 吃完這麼好吃的泡妃之後 記得在這個碼頭搭回Shuttle 去BTS站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CLS 和按住Superfans 拜拜 好 好 好